H.E. 大家好 我是Roka 最近收到了一些蠻掉诡的新闻 想说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好了 首先是前几天 应该是说前几个月的 有一些玩家有来私讯给我跟我说 Roka又有一些新闻跟我们讲说 Switch的原型机似乎已经送到了厂商的手上 他们已经要开始准备大量的进行制作 看到这个新闻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查到 啊不對先在這邊講一下 如果說呢各位有什麼有趣的新聞 或者是什麼驚奇手動的新聞啊 你們要告訴我的 我還是非常感謝好不好 非常感謝大家 那其實那一篇新聞啊 我自己大概在那一陣子也是有去翻到的 翻到當下呢其實我有點麻痺 大概2018年左右開始的啊 這個Switch的新主機喔 就一直不斷在網路上面 船得沸沸揚揚揚 這個在頻道當中大概已經發過 超過十支以上的影片 都在談論類似的東西啦 所以我就不太追溯 關於那支影片裡面講的那個 一個圓形機的這些內容 那其實他也沒講多少喔 真的就是一個傳說一個聽說而已 那接著隔了沒多久 任天堂的自己家裡的高層呢 又跳出來講了 明年Switch可能會缺貨 聽到這個消息呢 我就馬上跑去跟我的老婆大人聊聊 我就說欸 上次去店玩店啊 我們看到那個老闆娘在講說 現在的Switch基本上都有貨 而且不管是舊的蓄電加強版 還是Lite還是OLED的主機喔 基本上呢 你只要有錢就買的到 甚至啊有一些價格都已經是 掉到比原本低 有一點賠錢賣的感覺了 當下我就跟老婆大人說 欸你看這個要缺貨的消息 你怎麼看 然後他就跟我說 該不會是他們要消囤貨吧 老婆大人講 重點呢就是這兩個新聞啊 是有一點特別的 因為前呼後應的話呢 欸大家會不會也感覺到 該不會他現在也是希望說 我們來過年的時候 可以先做一波大大力的支持 支持完之後呢 明年就可以再來出新的突擊 今天呢就希望說可以就這些消息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明年呢到底有沒有機會來出新的主機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是聊了非常久了 從Switch的初代主機開始就有很多人開始在傳說 這些主機要來進化 到最後啦 扣除掉那些什麼特色機啦 加了圖案換了顏色的那些機種以外 真的對於性能或者是對本身主機有做一點改變的啊 其實大概就是 新電加強版 Switch Lite 還有Switch的OLED Model這一台 所謂的加強版 或者是Pro 或者是二代 其他blahblah的任何的猜想名稱 我是一直覺得 明年呢應該是有機會推出的 為什麼 我自己要來稍微的佐證一下我自己的理由 大家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有什麼不同的想法都可以跟我講 首先第一個就是 今年其實一直還是有講到 PS5跟S Pass呢 他都還是一直在處於一個缺晶片的狀態 缺晶片的狀態 其實就有很多人會講到 任天堂他不是笨蛋 為什麼他要現在在缺晶片的時候呢 去更新主機 他如果更新的主機下去之後呢 晶片又不足了 怎麼辦 遊戲也沒辦法推 主機也賣不出來 怎麼辦 你說這樣子到底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任天堂呢 是不會出新的主機 這一派的人呢 講話是有他的道理的 我也認為非常有道理 可是呢還有另外一派的說法 大家也可以稍微聽一下 欸不對啊 那任天堂現在出新主機也是很正常的啊 因為你看任天堂 其實他們家在用的晶片 通常都是比較舊一點的 不管是幫哪一些廠商呢 採購比較便宜的晶片 或者是幫人家清庫存 甚至呢是幫人家解決一些晶片上的問題喔 他都有可能可以推出新主機 畢竟他現在在使用的晶片 不會是市面上最新最搶手的那一些 這兩派道理啦 其實我聽起來都覺得 好像都蠻有道理的 一派說任天堂絕對不會出新主機 一派說任天堂絕對會出新主機 我自己呢是處於說 比較有機會出新主機的這一個 因為啊其實就算 PS5跟SBOX呢目前為止啦 真的是在一個缺晶片的風頭上 但是不可否認的 PS5還是以一個銷售速度 非常非常快的這種姿態喔 在搖搖著領先 甚至追過之前的一些主機 所以PS5到底現在有沒有人玩 其實還是有的 而且市面上呢 很多人會說買不到PS5 認真想一下 那並不是買不到 而是價格不正常 像前陣子我就聽到一個朋友說 他花了四萬多買了一台主機 啊當然不是只有買到主機而已 他是包了一大堆十幾片的遊戲 呃也好啦 反正他就說他都沒玩過嘛 就試試看這樣子 心態上的調整啦 我覺得看每個玩家 每個人不同的看法 中場插播喔 不是業配不是業配 因為我相信這樣子的主題 可能會有比較多玩家 想要點進來看一下 所以呢在這邊趕快跟大家分享喔 欸網路上有很多很便宜的一些記憶卡啦 或者是一些怪怪的周邊商品喔 那所謂怪怪的就是 你可以看得到有版權跟沒版權的差別 大家呢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實在是有非常多人被騙的 記憶卡買到到盜版的 他真的是會沒辦法用 會有問題 你就是浪費錢而已 縱欄之後一百塊兩百塊三百塊 都一樣是浪費錢而已 所以請大家注意 買記憶卡或者是要買一些遊戲周邊呢 要注意買到正常正常的產品啦 可是因為這兩台主機的銷售 在現在是一直不斷的節節高升的 也就代表說現在遊戲廠商會慢慢的 從上一代主機的遊戲呢 開始研發到現在的新一代的主機遊戲 那如果大家有在玩新的 PS5或者是S8S CVS CVX等等的喔 應該會發現到現在的遊戲啊 很多應該是還沒有發揮它的權力 在讀取啊都是非常順的狀況 在很多畫面亂七八糟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lag的問題 有人可能會講說 如果PS5就是剛出而已 如果它會lag的話那就完了 不對 如果說你現在組了一台電腦 用了最頂級的規格喔 有很多遊戲 其實你把它開到超強的特效 還是有機會去看到它的lag 其實遊戲跟硬體的那種變化就是 我的硬體上升一階 那遊戲可能就再往上爬上來 接下來呢又跑不動了 硬體就會再上去 基本上是黃黃相扣的 也就代表著現在的PS5啦 其實還有蠻多的發揮空間 所以我在想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第三方要為了這些遊戲主機 來做一個設定 甚至畫面啦 音樂啦 還有一些3D模型的繪製等等的 其實他們可能都會為了PS 或S Plus呢 來做一個比較高檔高層次的設計 那規格上來說 高一點的話呢 進到Switch通常就要做一件事 降它的畫質 可是有時候那種像漿糊的畫面 我根本就沒辦法接受 重點呢就是今天 假設所有的遊戲廠商 尤其是第三方的 慢慢的都開始為了這些 PS5或者是X Plus的主機 去做一個加強 然後呢 也把遊戲開發的越來越大 不管是在內容 或者是在版圖部分 劇情故事 還有遊戲的時數等等 一直不斷的把它擴增下去的話 Switch是否會有辦法 繼續支持後續的第三場遊戲 我覺得這一點是 值得大家一起去考慮的 因為呢 任天堂雖然說 好像不以效能 去跟別人拼搏 但是有時候第三方在製作這些遊戲 也會是銷售主機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像這一次我在分享 日本年度前10名的銷售排行榜的時候 第一名就是 魔物獵人崛起 這個是由卡普空開發的遊戲 以這樣子的角度去看的話 假設這個遊戲 它沒有辦法在之後的 順利的一樣在Switch上面運行 玩家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在Switch上面 來玩到這樣子的遊戲 那如果沒有辦法透過這個遊戲 在Switch上面玩到 我是不是就不會掏錢去買Switch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種 環環相扣的感覺啦 個人就是真的認為 因為遊戲其實在與時俱進 所有的遊戲都一樣 除非是一些資源比較少 資金比較少的一些獨立廠商 或者是有一些 把遊戲刻意做的 比較復古化的廠商 這些遊戲在推出 它可能還可以讓我們的掌機 有辦法承受 可是未來 我相信有很多第三方的大廠 其實他們應該會慢慢的 去配合新主機 製作出更多更好的遊戲 以現在的這些遊戲來看 其實很多呢 都還是會用降畫質 甚至拿掉一些特效 把一些畫面上面 多餘的人物啦 降掉之後呢 把它移植到Switch的主機上 可是真的 能力上還是有差的 因為我們要考慮到的 可能不是只有 這個東西 能不能在Switch這一組 晶片上面跑得動 而是呢 如果跑得動之後 它能夠消耗的持久力又有多久 不可否認的就是 Switch之間的主機 非常強大一個優勢就是 三七的狀態 那三七的狀態呢 有兩個狀態是需要電池的 它能不能支援到快充 能夠讓你玩遊戲呢 掉電的速度 比你在 衝回來的速度 還要再更慢 這一點呢 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假設今天可以跑得動了 你這樣子的科技呢 它的續航力又可以跑多久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以新主機來講 肯定是有存在的 只不過這個推出的時間 大家可能都會在猜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出來 到底會跟什麼出來 根據某些網友的說法或猜測呢 其實薩爾達傳說 礦點之息 可能就是一個 非常值得注意的重點 其實在薩爾達傳說推出的時候 也就是Switch主機推出的時候 這一次會不會因為 新的主機 或者是加強之後的主機 一起出來 會是特試機 或者是新的狀態的主機 總而言之 我自己就是站在 任天堂應該會比較想要 幫Switch推出新款的主機 或加強版的主機 這一掛的 兩派的人馬在講的那些 都非常的有道理 但是啊 如果主機的發展 跟遊戲的發展 沒有辦法互相呼應 互相跟上的話 這個環環相扣 萬一只要掉了 它的整個資源度 或者是玩家的數量 可能就會有影響到 再加上 其實現在的Switch 任天堂 他們一直在培養這個 NSO的服務 包含三大夾機 其實都在培養這樣的服務 未來還會不會開發 就是用新主機來開發一些 類似線上訂閱的服務 或者是一些雲端遊戲的服務 未來我相信這些 都很有可能會發生在 任天堂 甚至三大夾機 或其他新出來競爭的主機上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聊的稍微的激動一點 不過 我還是覺得 很希望可以聽到大家的意見 到底呢 你們覺得 明年2022 有沒有機會可以推出 這樣子的新主機 呃 我不知道影片上的時候 是今年還是明年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選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Bye 倒成群 稍微的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從此 中海洛杉 我們下支影片 23